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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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这重庆都是山 前面那个房子就建在山上 密密麻麻的 停下休息一会儿 看今天的天多好 这在山里边了 目前这个服务区 我看叫什么名字 万州服务区 本来要去万州吃个烤鱼 结果就还是往前开了 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 它那个烤鱼都是下午一夜 然后我们是中午到达的 中午就是11点多钟就到达万州了 然后就没有看见一夜的 然后就没有下高速了 然后我们就想我全走 直接到墨地地吃饭了 这个万州烤鱼 我就是真的就是期待一久 嗯 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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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好 属于 就好 就是 就是 记得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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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峡之巅 诗城凤杰 凤杰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我觉得全国人民都知道 就是十块钱后面那个背景 魁门 其实魁门我一直想去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去 魁州西路 这个字是真的是复杂 然后我们这一路高速 也是穿梭在这 丛山峻岭当中 中午 简简单单吃个面 这碗感觉有点小 这碗 朋友们已经到了 你看看 现在正在撑中凤杰骑城 一框一框的 丰收的积极 这这这 看着不错 这边也是 你看看 多少 太多太多了 咱们拿一个 随便拿一个 切开尝一尝 这个呢 是不大不小的 你看看 还有大的 这个太大了 咱们吃个小的吧 横子切 横子这样切 这样切咋了 大家看看 就这品质 大伙看看细节 凤杰其成 哇 这颜色真是好看 香得很 对 切开的话 这个橙味浓浓的 咱们现在开吃 这这这 止水乱喷的 我觉得 甜的很 水也多 我先把这个小的 再吃一口 夜幕降临 我们几个呢 来这里啊 吃一个简单的川菜 人挺多的 人家比较热闹 对 很热闹 多点肉 好 人家明明多吃点啊 嗯